在2021年有一部神奇动画《酷与公村》 一开播就斩获百万追翻 满瓶飞的狗粮绝对能满足你对恋爱的所有幻想 别人有臭宝而你只有臭脚 女主哭金子是小表年轻女神 成绩优异还很会照顾人 因此喜欢她的人很多 拿金子身上不为人知的秘密 经被同伴的一位怪胎 公村医成给发现了 这个男生形象阴暗 是宫内的御宰竹 不论什么季节都穿得长袖 把自己包裹起来 金子父母常年不在家 所以外表光鲜亮丽的金子 每天放学后的自由时间 都用来照顾弟弟创态 为了节省家庭支出 被迫穿着吐气 他非常不愿意这一幕被同学发现 当有一天弟弟在外受伤 送他回家的竟是一位潮兰 一张脸上九个洞 又是耳钉又是纯钉 没想离开的潮兰却被弟弟抓住 这一抓竟直接抓住了金子的未来 为了感谢潮兰 金子便邀请他留下喝茶 结果他才发现 这个潮兰竟是班里的怪胎公村 前后反差太大 金子完全没有认出来 而自己的素颜模样却被公村认出 双方都发现了彼此不为人知的秘密 加上状态对公村很有好感 于是金子便邀请公村可以多来他家造访 这也让金子对公村有了更多的了解 原来长头发是为了遮盖耳洞 一连四季都穿长袖 是为了掩盖纹身 公村确实喜欢漫画 但绝对不窄 在金子颠覆原本对公村的形象之后 两年的关系也随着时间推移 变得有些小暧昧 就连抢够打只鸡蛋这种事 在金子学生会有事 便直接丢给了公村 为了赶路 公村手忙脚乱 连忙脱掉那碍事的长袖校服 随我一下跳过校园栅栏 男儿这帅栅的一幕 已经被金子的闺蜜游记给看到了 在事后 公村还与金子提到这件事 男儿金子却因为这件事而有些难过 不知不觉中 他竟对公村有得占有欲 他一点都不想有人知道公村在校外的情况 这是属于他与公村的秘密 没想到 公村基跟金子想到一块 他同样也不想有人知道金子私下只嘱咐的模样 因为他觉得很可爱 两人越走越近 自然也受到了同学们的注意 安念金子的石川感受到了危机 于是找到公村搭话 想要问出两人的具体关系 公村马上否认两人是情侣的关系 这让石川松了一口气 不过回想一下也正常 毕竟公村跟金子怎么看都不搭配 这句话让公村有些伤感了 他真的跟金子不配吗 石川决定主动出击的 在放学后向金子告白 这句话也让公村的内心无谓杂陈 他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对金子的感情 所以即便石川当着他面准备告白 公村也是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甚至主动提出几年他可以帮忙照顾弟弟 然而这笑容的背后却充满了寂寞 在家等待金子的公村 内心胶着不已 正向自己脑部告白画面 结果金子回家后 却突然对他发火 原来石川把公村的内心所向 转告给了金子 公村对金子不心动是假的 但是他真的认为自己配不上金子 担心金子会因为自己在学校名声受损 金子发火的原因就是不爽公村替他决定 他一直都将公村当成平等交流的伙伴 也只有在公村面前 他可以毫无忌惮地展现自己 他拒绝了石川 这次交流让两人解开了心结 关系不减反增 并且家里的剩半也有人可以继续解决了 可有一天 金子的母亲却突然回家 从儿子状态口中得知 最近公村总来家里做客 在知道是个男孩子后 母亲好像更兴奋了 不断打听公村的消息 但那母亲提问公村叫什么时 金子却愣住了 那时这么久 他只知道他姓公村 至于名字是什么 他还真不知道 可又不好意思开口询问 于是金子只能出自下策 每天都都跟在公村后面 就连公村到更衣室都不放过 他生怕别人叫出公村名字 没有听到 但根本没有人喊公村名字 他在学校就跟小透明一样 最后不仅还是不知道公村名字 甚至还被同学误会成变态 金子的反常自然被公村发现 再得知是因为这点小事后 公村笑得肚子疼 在知道公村名叫一成后 他不服输地反问公村 知道他名字吗 这让公村更想笑 看着金子这较劲的样子 公村的心也在慢慢地沦陷 而最近金子似乎被学生会会长阿祥 给缠上了 总是没完没了地给金子安排任务 闺蜜游记看到金子变得憔悴 也有些心疼 但金子却没有任何抱怨 每天认到任务 做完任务 都会把材料交给阿祥的女友李美 这个李美是学生会的吉祥物 因为长得可爱 在男生中很有名气 他基本不做事 内务都跑到了金子之边 结果在隔天 好心帮忙的金子 却被阿祥带人堵在了走廊 良言金子洞丢了他们重要的文件 去要金子当中道歉 周末归归下 金子特别难堪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正准备向对方道歉时 一双手 却制止了他即将脱口的话 公村在看到金子被人欺负后 恶话不说摘掉眼镜 静止来到会长阿祥面前 随后狠狠地把头撞了上去 这个操作当所有人都看傻了 会长阿祥可是完全少女的梦想 男二路则风光的蓝人 竟在周末归归之下 被人狠狠地暴揍 公村之所以这么狠 也是因为那份丢失文件 巧被他捡到 昨天阿祥女友李美 在收拾好文件 慌慌张张地 却撞到了公村 丢失文件 被他当成废品仪器 这箱揭开后 李美也感到委屈 严谤道歉 随后哭了出来 这只打算 蒙混过关 不过李美哭的时候 也确实可爱 可爱到了 不然能想把他 轮在地上使尽垂 在误会揭开后 公村他们很奇怪 为什么金子会跟阿祥扯上关系 还认劳认怨听人使唤 原来阿祥跟金子 是从小就认识的 青梅竹马 有时每天都被金子玩弄 过去的事到现在 都让阿祥 还有着很大的阴影 只要上了高中 阿祥才从金子的魔掌中 逃离出来 没有人知道外貌出众亮眼 成绩优异的金子 在过去是暴腻率 金子过去的倾向 也被阿祥当作把柄 加上对阿祥的愧疚 所以金子才会 任劳任怨地帮阿祥 处理学生会的事务 可阿祥好不容易 摆脱了小魔女金子 现在只要见到公村 他总会忍不住地产力 看来公村的出现 将会是阿祥在高中的阴影 太可怜了 左套右套 能就逃不过去 对小夫妻支配的恐惧 而避开公村现在这么猛 小时候的他 一直都是被人孤立的对象 全班同学都不想跟他玩 终于情况持续到了高中 能就如此 同学依旧在他背后 一轮纷纷 唯独金子主动将公村大化 并说公村一点都不阴暗 所以公村对金子的感情 并不是凭空而来 并且公村其实也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自信 他对过去那份孤立 能就带有恐惧 因为转眼就到了高三 同学们的高兴 自己与好友分到一起 公村和金子 以及游记他们也幸运地 都在一个班级 但是公村却对这份喜悦 感到疑惑 他现在送上这个团体的呢 而金子他们则用行动 来回应了公村 在班级分组的时候 公村整个人彻底麻木 不敢主动去邀请别人一起 生怕才被人拒绝 那金子还有识算 他们没有询问公村的意见 自己就把桌子搬到公村身边 所有人都很自然 公村没有被抛下 他知道自己已经有了朋友 而识算对公村的评价是 他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可是也是真的不让人讨厌 而自从弟弟状态上的小学后 金子佳经常就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 于是公村在放学后 来到金子佳做客 固然挂虐共处一世 这真是一人恋爱 全家助攻 两人互相伸出小手 坐在一起比较手的大小 金子不受控制的 突然牵起了公村的手 随即公村也急于回应 并在这暧昧气氛的时刻 选择了告白 而弟弟创败的回来 也打破了恶人独处的世界 但是这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因为在下一次独处的时候 金子就突然提出 要公村脱掉衣服的请求 而公村想也没想的就直接脱掉 这让金子非常生气 这种别人要求脱衣服就脱的行为举止 是不正常的 但公村对金子的要求 是不会有任何迟疑 这反倒是让金子有些不好意思的 两人越走越近的情况 也让更多人注意到 就连公村在初中 唯一的好友金腾 也认为两人在一起的 他也总是拿这件事来调感公村 虽然公村没有完全否认 但也实在不想 因为自己去影响金子的风平 于是在任何人面前 情绪都温温和和的公村 每次见到金腾 都是暴走的状态 在初中的时候 金腾无视所有流言蜚语 靠近公村 用来阳光自信的模样 站在公村面前 这也导致公村的性格 有了些许的变化 而如今到了高中 能改变公村的人 一定就是金子 虽然每次看似都是 沁腾恶毛的公村 但其实关键的物 却是金子 后来又有天金子发烧了 本来打算强生身体去上学 但却被创态拦下来 休息时 他梦到了自己的父母 从小到大 父母对他照顾少至幼少 然后在他醒来后却发现 公村进在身边照顾自己 是创态打电话 叫他来照顾姐姐 而公村看到金子醒来后 便打算去拿水 结果这离去的身影 却让金子着急不已 他就想到自己小时候 沐村母亲离开 其实不过是在强行懂事 他多么渴望母亲能够留下 打算拦住公村的金子 摔倒在地 联邦抓住公村的时候 询问他要去哪里 公村看出了金子的情绪 于是告诉他 只要金子需要 自己永远会在他的身边 在安抚好金子后 公村也准备去上学了 他以为金子睡着了 在他背后平淡无奇地说了一句 自己喜欢金子 而其实金子根本就没有睡着 他的烧差点就好了 只因为公村的化疗 让他都分不清 到底是脸红发乐 还是高烧发乐 金子现在头疼的问题是 他要怎么做出回应 在明确知道公村的感情后 如果终作不知道 就能保持现状 但他真的甘心吗 在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内心之前 金子开始刻意躲避公村 拿弟弟去回家告诉金子 今天看见公村 挽着一个女人 看起来很亲密的样子 金子瞬间误会公村 脚踏两条船 于是在他上学的时候 更加刻意躲避公村 没想到公村却突然找上门来 他以为金子躲避自己 是因为先前的告白 拿了金子却想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那个女人 哪个女人啊 想了很久 公村就想到 也许是小千家 这个名字更让金子来气 因为连称呼都这么亲密 一看就是关系不简单 于是不听公村解释 直接把书摟到他脸上 跑开了 拿小千家是金腾的女友 公村会这么亲密的称呼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他根本不知道小千家姓什么 只有公村来到金子家 好好解释 两人也重归于好 而金子还主动承认 那次告白自己并没有睡着 喜欢就是喜欢 绝不托你带水 这恋爱谈得多让人省心啊 难道下一秒 一个帅哥突然出现在门口 上来就直接搂着金子 而金子竟也没有丝毫抗拒 原来这个帅哥名叫金介 是金子的父亲 他一回来就直接来到个神助攻 询问公村是不是金子男友 面对这个神经大条的父亲 金子一点都不想服输 大方地承认 在公村回家的途中 两人的手不自觉地相互靠近 顺利成长开始了交往 从今往后 他们有许多时间去了解彼此 然后公村在见到石川之后 内心有的是满满的愧疚 毕竟自己玩到超车 之前还养颜并不喜欢金子 可没想到石川却很大度 输了就是输了 友情可不因为情长实意 而怪罪好友 他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男儿受不难受肯定便能的 但幸运的是 石川的春天也来了 有一个名叫小鹰的绿毛 就暗恋着石川 但是他却迟迟不敢告白 因为他发现 最近金子的闺蜜悠籍 好像和石川走得很近 石川喜欢的女生 绝对不是他这一款 男儿有一天 石川不小心把咖啡 泼到了小鹰身上 在石川急忙去找 能替换的衣服时 小鹰却忍不住 小心询问友谨 是不是在跟石川交往 得到对方的否定后 小鹰明显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的情绪变化 却让友谨发现了断倪 正好这时石川 拿来了自己的运动服 两年也因此 开始有了真正的交集 他也决定去尝试一番 于是在归还运动服的时候 还送上了爱心小饼干 石川当他的面 直接开封 并夸在小鹰手牵巧 凝损时还不忘留下一句 下次还要做饼干 可以告诉他 这无心的话 也让小鹰的内心 小鹿乱撞 两年的关系 也开始突飞猛进 每次与石川交流 都有说有笑 可是金子却发现 优吉似乎刻意躲避石川了 作为闺蜜 他非常了解优吉 他的性格是越喜欢越想要 就越不会主动表达 以至于他喜欢的东西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 离他而去 再次小鹰也送他 一份爱心饼干时 在楼梯到独自一人 纠结万分 想要弄掉 可又害怕被人发现 他讨厌这样虚伪的自己 最后还是无奈吃掉了他 他也喜欢石川 但是却不愿意去说 之后他也同样决定改变 所以找到公村 想要去去做点心 但是没有天赋的优吉 肯定没办法短时间做好 可没想到石川 却直接拿起来吃掉 边吃还边吐槽难吃 可就在优吉失望的时候 却听到了公村 那充满阳光的微笑说出 期待下一次的作品 而最近优吉 遇到了一个男生的告白 他立马找到公村 和金子询问如何拒绝 两人纷纷提议 找个假男友 而石川也决定 替优吉解决这个麻烦 可虽然成功让追求者放弃了 可学校却也传出了 两人是情侣的留言 小英自然也听到了耳中 负罪感 让优吉不知道该如何 去面对小英 于是请求李美 替她告诉小英真相 而李美也看出 优吉对石川的感情 她明明很想要 让这段假情侣的关系 继续下去 李明知道这样会伤害小英 但就是选择撒谎 她把自己关在了家里一周 谁的消息也不看 姐姐看不下去优吉 这样自闭 于是狠狠地教育她 这也让优吉想到 自己小时候 想要的东西 总是不肯说出口 姐姐告诉她 想要的话 一开始就要假 在解开信件 拿出手机 准备联系石川时 却发现她的一条短信 小英跟她告白了 隔离优吉就来到学校上课 也在课余时间 和石川来到天台谈话 石川表示 小英误会了两人的关系 优吉知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 石川一定会解释清楚 但石川是告诉优吉 自己没有解释 他表示 自己和小英其实并不合适 听到这个回答 优吉愣住了 想到小英都鼓起 勇气告白了 可他能就没有开口 但此时气氛 却显得异常暧昧 两人都没有明说 也没有终止 这段假情侣的关系 直到小英在窗户 看到两人亲密的画面后 他才明白 自己并没有误会 这一刻 他感觉天都塌了 会让阿翔 可青春的朦胧感情就是这样 不是谁都能如愿以差 难过只能用笑容来掩藏 可爱情从来不是非大不可 每个人都能在漫长的铃声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 而公孙也在一次去金子家做客时 被他的父亲留下过夜 导致隔天被同学看见 互惠成同居交往 所有人都觉得公孙配不上金子 可真的不配吗 一次公孙无意中 用脚踩在了金子头上 没想到金子竟非常的享受 他喜欢公孙表现强势 抖M的世界大门彻底打开 于是公孙只有眉的良心 对金子打呼小叫 外人很容易误会公孙是个家暴男 但金子就是喜欢这样强势的男人 而在这之前 公孙在同学眼里的风品就不是很好 每天都要承受周围人的流言蜚语 堂堂笑话女神却跟不良男同居 同学们依旧把公孙当成御宰竹 这些商量的话 让公孙决定改头换面 于是便在隔天提掉那一头长发 露出了帅气逼人的姿态 之前吐槽她的那些话语 顿时加来而至 很多女生开始主动接近公孙 金子也感觉到了些许不安 而有一位名叫泽田的学妹 竟大胆地找到了公孙 询问她什么时候分手 这大胆地操作让金子特别不爽 于是便找来泽田质问她要做什么 结果没想到泽田竟然说 喜欢的是金子学姐 凭什么她先喜欢的 要让公孙拥有 在明白这才是情敌之后 公孙便立刻与泽田 在周末会会之下争抢金子 而更狗屑的是 现为情敌的二位竟是邻居 暂时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对方的印象 而且好泽田忘记带钥匙了 于是只好来公孙家先待一会 与公孙的短暂相处 尽让泽田想起了自己的哥哥 公孙能明显感受到泽田情绪的瞬间低落 于是一晚从母亲口中得知 泽田的哥哥已经去世了 在隔天看到泽田被男同学欺负时 公孙竟有了保护泽田的行为 完全忘了眼前这个女孩 可是她的情敌 甚至还需要起自己在金子家洗澡过 而二点期的情侣 总是一刻都不能分开 公孙正好遇到的亲戚家板丧 需要离开一周 而充电器忘记带 导致没办法与金子联系 在学校姑姑等待公孙的金子 每天掰着手指 计算公孙还要多久回来 只要公孙回来后 充电打开手机 发现一堆信息未读 他连忙跑出门 却与金子撞了个正着 金子满眼思念地看着公孙 他 好想他呀 从这之后 金子对公孙的依赖就变得更加强烈 在听到同学说男生都喜欢撒娇的女孩后 金子想起自己总是逼公孙看恐怖片 他担心公孙时间久了会讨厌自己 不到公孙又撒了一波狗粮 表示他喜欢的就是真实的金子 这一刻 金子的话不说扑倒公孙 整个人依偎在他的怀里 情道深处自然就会升华 两人也不例外 只见眼睛一闭一睁 动的都动 而金腾也发现公孙的后脖有一处牙印 这成语人可真的会玩呀 最后公孙在路上偶遇了初中同学 这是曾经带给他黑暗记忆的同学 当时公孙一直受到他们欺负 那现在公孙可有了金子 男友被人欺负 做女友的怎么能忍 抖M的金子在此刻突然变man 把几个男生弄得哭蝶喊妈 而其中的古猿其实跟公孙有着一段误会 当时因为古猿与公孙一起饲养过学校的兔子 结果因为古猿的疏忽导致兔子死掉 但是不敢承认了他 让公孙背了黑锅 这件事其实一直都让古猿愧疚万分 于是在这之后找到公孙主动示好 自动金子的出现 公孙不仅有了值得托付的侯友 更让过去的黑暗得到了释怀 那些痛苦再也无法左右他的生活了 所以在公孙和古猿又一次见面的时候 两人反而还有一些小害羞 这画面有些不对劲 金子甚至误会了古猿 谁想抢他的公孙 后来圣诞节也到了 公孙来金子家送礼 在从公孙离开的时候 二人在雪地中摇起了未来 金子表示自己永远也不想和公孙分开 这该死的恋爱酸臭味 用歇谋二字都不足以表达我现在的状态了 故事到这里其实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片名《哭与公孙》 这是一部特别完美的少女番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它有极强的带入感 让许多人可以在番中的角色 看到自己的缩影 并且在发唐的同时也不光给你来上一刀 但发唐的并不是主角而是配角 绿毛小鹰就没有成功追求到自己的心爱之人 这条配角线是最让人感动身受 不同于主角线当当年甜到发后 绿毛小鹰才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 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 应该是喜欢幽级的那个红毛老哥 追捕到妹妹竟聊起的姐姐 这或许才是人生赢家 另外整部番中 唯一让我可惜的是对泽田的描述 他的出场我一度以为会翻起什么风浪 结果却没有可话太多 虽然这部番并不是最快速度的恋爱 毕竟前有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但如果没有配角线的加入 估计酷与公孙不用三级就能原地结婚 六级生娃十二级儿孙满谈 想想都觉得不要太甜 谁让他们的感情真的太顺太顺了 最后我不充一句 或是有许多人对少女番纯爱番不太感兴趣 觉得这种类型太过于墨迹 但相信我在酷与公孙这里 你将不会有任何痛苦的感觉 不会有互相猜疑 不会有磨磨叽叽 喜欢就是喜欢 绝对能满足你对恋爱的所有幻想